两名女子离奇遇害 尸体被摆放好 遗弃在公园里 死人都是刺穿伤 据了解两人都是硬招女 令人疑惑的是 针对硬招女的凶手 很少会将尸体摆放好 弃尸的方式通常反映出 凶手对受害者的感觉 也就是说 凶手并没有鄙视受害者 而且他们也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死后的衣着也很整齐 死者的双手被叠放 这或许是凶手的愧疚感 也有可能是私人恩怨 毕竟在这些杀戮中 透露着巨大的愤怒 飞机上小组继续探讨着案情 死者被丢弃在两座不同的公园 身上都有250美金 这说明凶手并不在乎钱 弃尸才是终点 就在这时家下传来消息 又一具尸体在另一个公园被发现 去了解死者被上报过失踪 申报人是他的朋友 很快 姐姐和艾米丽找到了这位朋友 艾米丽很是疑惑 死者身上都有250美金 这能用来干什么呢 好友称 这可以买下一整夜 据好友回忆 当时死者从一辆宝马下来后 就独自走向了人行道 而不远处停着一辆很旧的灰色轿车 车上很可能就是凶手 另一边 瑞德和罗西来到了案发公园 瑞德发现 道路距离气势点有52.6马远 这里还是上坡 这说明凶手一定有着健壮的身体 瑞德认为应招女通常在他们的工作区域被杀 那么凶手应该就住在这附近 与此同时停尸间内 法医发现 三名被害人都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罗西猜测 凶手可能不举 这或许就是触发他杀人的原因 法医推断 凶手应该很强壮 女死者的大腿内侧 都有一道轨道般的瘀痕 似乎是一种长柱体表面造成的 画面一转 因为美女来到了一座房屋前 她被男主人迎了进去 男主人给了她一笔钱后 美女走进了一个房间 警局内 探员们还在分析案情 凶手没有拿走应招女们的过夜费 杀人后还帮忙整理衣物 这说明她有所愧疚 但凶手的杀戮却完全相反 异常的暴力和愤怒 说明凶手不是多重人格 就是有多名嫌犯 暴力的那个有掌控权 从而犯罪 而从犯负责收拾残局 画面又转回了那栋房子 这对夫妻正在吃着晚餐 就在这时 那位美女浑身是血的走了出来 她挣扎着想爬出房间 而冷漠的妇人竟然反锁了房门 一个满身伤痕的女人 挣扎着想要逃离公寓 结果却被一位妇人阻止 而男主人则慢慢的将她脱了回去 不久美女的尸体就被遗弃在外 从美女的衣服和着装来看 她和前三名死者不是同一类人 但大腿内侧同样有余伤 说明凶手是同一个人 与此同时 那对病态夫妻正在清理着地板上的鲜血 她原本也发布了策刑 凶手是两个男人 一个人杀戮成狂 另一个对受害者心怀愧疚 通常这种关系代表着 两人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 顺从者听从指挥 带被害人回家 等主导者完成杀戮后 顺从者再来处理尸体 从死者没有被侵犯的痕迹来看 主导者可能不举 他只能通过杀戮来释放怒火 这被称为刺激杀人 主导者通过令被害人恐惧 来获得刺激感和兴奋感 但也只能满足他短暂的需求 所以很快他就会再次作案 郊外的房子中 这个丑恶的凶手露出了真面目 一个坐着轮椅的男人 他说这还不够 他需要下一个目标 长得和人也差不多 为什么内心就如此扭曲呢 还有这对父母更是变态 竟然答应这种要求 与此同时 家下调查了第四死者 他是一名替身伴侣 专门治疗男人的男年之野 替身伴侣可以治疗 所有类型的无能 不管是发育上 生理上 还是心理上的 摩根猜测 凶手这三种都有问题 从生理角度看 他上半身有力量 足以完成杀戮 瑞德瞬间恍然大悟 生理上有缺陷 手臂强壮 凶手应该是坐轮椅的 谁就能解释死者腿伤的瘀伤 那都是轮椅的俯首造成的 根据作案中体现出来的愤怒 说明他残疾很久了 突然爆发可能是 长期的积累造成 凶手可能是意外瘫痪的 而他的照料者 可能就是导致他瘫痪的人 所以才会对他绝对忠诚 根据其实情况来看 照料者的心理 充满着悔恨和内疚 艾米丽认为 或许离间计 能让他们分崩离析 他们当即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郊外的房屋内 这对夫妇看着新闻 似乎下定了决心 那么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呢 你见过如此变态的一家人吗 父母不慎导致儿子瘫痪 为了让儿子开心 正让花钱找来漂亮女子 任其虐待 最终还负责收拾残局 夜晚奇葩家庭 再次迎来了一位美女 她是凶手的护理 四人共进晚餐 聊得非常开心 晚餐后 男主人似乎带着什么离开了 而女主人却冷漠地注视着一切 她的眼中只有儿子 警局内 福布勒还在分析案情 根据死者整齐的衣着 可以看出 这是一位细心的女性整理的 而弃尸地距离马路远这点 又表明从犯是个健壮的男性 太原文推断 凶手有两名从犯 他们怀疑这一系列凶杀 可能是一个家庭所为 父母导致孩子瘫痪 为了满足孩子 才做出了一系列变态的事 能做到如此地步的 对方可能有钱磕 根据这条线索 家下查到了五年前的一起 类似的案件 那是一个女大学生遇害案 大腿内侧同样有余伤 就在案发两周后 同一所大学的瘫痪学生 阿伟突然退学了 之后一直和父母居住 据调查 阿伟原本是一名运动员 由于父亲酒驾 导致了瘫痪 这就能解释 父母为何有如此重的负罪感 画面转到变态的家庭 女护理帮阿伟去拿药片 意外地发现了一串染血的项链 这一幕恰好又被女主人看见 与此同时 男主人开着车行驶在公路上 看着家庭合照 他回忆起了车祸发生时的情景 男主人非常的痛苦 车速越来越快 他松开了方向盘 直径撞向了电线杆 车毁人亡 最终警方在车内找出了认罪书 他把儿子所犯下的罪恶 全部揽在自己的身上 直到最后都想帮着儿子脱罪 此时的房屋中 女主人正拿着枪 想解决女护理 阿伟当即制止了他 原来他一直深爱着女护理 争执中弗不勒破门而入 得知丈夫的死讯 女主人没有丝毫的悲伤 还说一切都是因为他 最终病态的母亲把枪对准了儿子 直接被摩根射杀 他注视了母亲 在这一刻他似乎明白 自己失去了一切 如果父母给予正确的引导 阿伟就会是另一种结局 更不会有这么多无辜之人丧命 感谢观看